新年第一章第七节 经威又或是知识开端 遇网人藐视智慧和训绘 其实去到达足温哥华这头的八个月 亦是另一件事值得一提 让大家知道当时有多少 如果你细心或细味神 在你身上的恩典和带领的话 有很多真是很震惊的 譬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你来到我这间教会 你发觉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庆祝我生日 第二就是 每个人都会知道 神是每年都送一件礼物给日华牧师的 可能大家都会奇怪 其实这个现状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这里也可以说 在这里跟大家正式分享 其实在正式开始的时间 和什么时候我察觉得很明显的 就是我踏足温哥华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原来由我开始 去立十分一之后 原来由开始立十分一之后 每年我的生日神都送一些很转捏点的礼物给我的 当然不是正正9月1号 就好像我们说的4794 都是9月1号之后的三四日 这样的 但问题就是说是那附近的日子 你真的可以看迟来的礼物 有时候是早来的礼物 是早几天的 例如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是什么呢 原来呢 我开始就觉得很奇怪的 因为每年生日的时候呢 有一样东西 形式我的思想当中呢 我几个星期都很开心 开心得很紧要的 一年就是这样而已 第二年就是这样 第三年就是这样 第四年就是这样 现在呢 已经是我信了主三十几年了 三十三三十四年 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发觉呢 因为有些东西是绝对不可能是人为的 绝对不可能是安排的 当然你可能说是一个巧合 因为那天是九月一号 但这个是巧合当中的巧合 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没有办法控制 我生日是不是九月一号的 有些人生日可能是圣诞节 但问题是我是九月一号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那你就听我从中到来 其实呢 当我开始六十一之后呢 就如我所说 我就已经很特别去了 神的属灵 交了属灵学费 神就一直一直带领我的人生当中 去穿插了在一个时空当中呢 是差不多可以说 每一年每一个月 每一日都没有浪费 让我能够去学习 和去见证 而在当中呢 如我所说的 我世美当中发生的事情呢 就好像针研那样呢 让我能够尋找到智慧和训辉 我学习什么叫做愚昧 我学习什么叫做神的 所赐下的知识 在里面 所给我的学习呢 其中一样东西呢 很明显的 明显得太紧要 到最后呢 我告诉你 你发觉你根本是没有可能 绝对是根本没有可能 是不知道有这个现象的 比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你知道我第一年 立了十分之后 那一年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 那一年的生日礼物 就是9月1号的时候 我在加拿大开学 明白吗 就是说我在年初的时候 立了十分之后 我完全不知道 十二个月之后 我父母会送了我去加拿大 送了去温哥华的嘛 所以其实呢 我在立了十分一的第一年的生日礼物呢 竟然呢 就是过了去加拿大 直升就是过了去加拿大 而实际上 因为本身是早两个星期 过几两个星期过去的 安排了些东西 安排了学校 并且找到教会 而上学的嘛 所以这个故事 已经在之前交代了 只不你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立了十分之后 的第一个生日礼物 OK 所以第一个生日礼物呢 就是八一年的9月1号 第二个生日礼物呢 就是那个 其实发生一件事呢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会 就是你记忆当中一定记得的 你并且开心了几个星期 那八二年的9月后 那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呢 我和你们的欲真师母 在书信来往上 印证呢 就正式成为呢 就是男女朋友了 就是那段时间的 那段时间 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呢 就是这个故事是 或者我迟些会交代了 但是问题呢 就是正式是印证 所以你想想 就是你会回忆的嘛 你回忆的时候 你会发觉 那个时段的时候 那么多这些开心的 而这个就是 八二年的9月1号 而八三年 其实我已经去多亏多 去开始读第二个 semester 就是那段时间 我正式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我已经拥有了过目不忘的这种特质 好了 那接着呢 下一个就是什么 八二年就是什么 八三年9月后就是什么 就是我去了 再回到现在 就是我讲的这段时段开始 就是我回到温哥华 我回到温哥华的时候 下脚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八月尾的 而见到这间教会的时候 和他们一起去这个 summer camp 那段时间呢 就是在八三年的9月1号附近 你见不见 所以变成了两个想象 我去到当时 看到那边的石安教会的时候 我当时再回到温哥华 救地从游 直到我心愿都达到的时候 我当然不知道 有更多祝福等着我 直到就是那个转烈点 并且在那一年当中 我去过 summer camp 去到码头 看到我之前那两个梦 第二个梦的影验的时候 你应该想象 那几个星期的形式 我的心里是什么 所以我肯定了 80年也是 81年也是 82年也是 83年也是 84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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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的礼物 我相信 就算现在 在自转当中 你听见的时候 你都会说是真的 因为 我们所说的 几个重大的事件 不过你们不知道 全部这些重大事件 都是9月1日左右 发生的 而9月1日 那么有趣的 就是我们香港人 常常都是 9月1日开货 而事实上 我人生当中 这些开货 竟然在我人生当中 成为了 几个很重要的 转烈点 而事实上 你们都共同 跟我一起经历的 生日礼物 其中很明显 就是2009年 跟大家分享过 当时4794这个印证 在2009年开始 直到现在 2013年 9月1日的时候 神都是印证 4794 你们都一起去 经历这个真实 那个是完全 不可能是人 能遇到的 我说的是 一年到晚 甚至可能是 一生当中 最大的事件 竟然会是 发生在这一天 或认真的 低得很凄凉 并且那些事件 都不是 我说的是 随便一些小的开心 就等于 和玉珍师母 去印证我们 这份感情 而后来 就发展成为 婚姻 这个一定不是 一件小事 人生里面的大事 但是可能 你意想不到 全部这些 都是9月1日附近发生的 所以变成在当时 当时 其实我在 搭触温哥华的时候 其实以情侣方式 就已经和玉珍师母 去通讯了 而在那段时间 你想想 我多开心 心情多漂亮 非常之开心 但我当然更加不知道 我八个月之后 便会回到香港 再见他 所以我当时 已经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我再次搭触温哥华 再次见到 这些 各样事件的发生 我肯定 一定是我自己的 生日礼物 当然 以一个52岁的人来说 我更加肯定 因为我都和大家 在自传当中 都说 那是我 人生当中 一个很独特的转捩点 在当时 我是不能够理解那么多 但是现在 理解越多的话 就可以说 越无骨爽然 心愿第一章第七节 经威也说 是知识的开端 遇网人藐视智慧和吩咐 主人多亲情 就也没远离 主人多开放 我也没有忘记 是在我心里 永远的八零星 日夜也令我心 记起 愿为你仲畅 感觉不尽 我永远将偶印传记 愿为你述书 分享真途 做错想也不妥 盼着尽声 并尽我离 从今以后我遇着你 将爱心扛展 愿放到千万里 跟你的脚踪 决心上吹着你 你 子弹 阿世 你 君卓 我现没有忘记 是在我心里 远远的白平息 日夜也令我心记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